每年11月上旬 江西九江江义镇便开始制作荷塘板鸭 今年由于订单增多 制作基地抢抓情好天气 安排工人加紧制作亮晒板鸭 借着走进制作基地 只见一排排板鸭整齐挂在亮晒架上晒太阳 经过阳光沐浴后 鸭肉变得肉质紧实 皮色淡黄 辣香味十足 基地负责人介绍 荷塘板鸭选用稻谷 鱼虾 水草等天然营养食谱喂养的麻鸭 麻鸭来到基地后 还需要精心喂养一至两个月 生长周期满足100天 达到宰杀标准以后才可以进行深加工 制作时采用传统工艺 宰杀 腌制 豆油手工完成 腌好的整只板鸭放入烘干房烘烤 最后进行自然晾晒 近年来 为探索新的增长点 当地在主打整鸭加工的同时 还制作了鸭翅 鸭脚 鸭头等鸭五件 丰富了品种 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就业